接下来你要进入第四步 第四步不是计划好了 就马上开始销售 马上开始推荐了 等一下 刚才我讲了销售推荐 你要把产品卖给谁 你要推荐谁 你一定要先有名单 所以天龙八部的第四步 就是列名单 很多人就跟我讲说 傅先生 我没有几个名单 我列不出几个名字来 为什么你列不出几个名字来 我想不通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对象的 你有没有邻居 你有没有朋友 你有没有同事 你有没有老师 你的学生的家长 你有没有认识不认识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对象 为什么有些人他没有办法 列出几个名字来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很多人自以为是 他去依判 这个人会买 这个人不会买 这个人适合做安利 那个人不适合做安利 谁告诉你的 你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 真的 就好像我一样 我自以为是 我刚开始做安利的时候 当我很兴奋 想要展开安利的业务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要列个名单 好 我要推荐谁 谁最适合做安利 我那个时候以为我很厉害 当然是找那些卖保险的 当然是找那些推销员 对不对 他车子房子他都能够卖 保险都能够卖 卖洗衣粉当然很容易 我的想法就是那么单纯 列了几个名单 都是推销员 我告诉你 很多卖保险的做得很 安利做得很成功 很多的推销员在安利 做得很成功 可是我所推荐的 没有一个成功 不是说他们有销售经验 他们就一定会成功的 各位 不是说这个人需要 那个人不需要 这个人 他太忙了 你怎么知道他太忙 他不要做安利 这个人很多时间 他一定会做安利 你往往会跌破眼镜 很多的无所事事的 他就喜欢无所事事 他有所好闲 他时间太多 他就是不要做安利 反正很多很忙的 他要做安利 对吗 有些人讲说 我要找那些 这个收入很差的 那些比较穷的 那些比较穷的 比较需要安利 这些专业人士 这些收入很高的 他不会做安利 你又错了 你怎么知道 穷的一定会做安利 搞不好人家很满足呢 对吗 你是谁来决定说 他要做安利 他是要安利 或他不需要安利 对不对 真的啊 很多人他收入不好 可是他很快 我够了 反正有很多人 可能他收入很好 他很专业 可是他要做安利 为什么 他不满意 他可能有其他的想法 可能他 为了他家人的保障 可能他为了质疑 我不知道 反正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不要去依判就对了 总之 你只要记住这个原则 你只要想到一个名字 就给他写下来 你们很多这些 做了一段时间的领导人 可能你们有很多 伙伴 不是伙伴 是你这些对象 你可能没有去找他们的 你的这些灵机朋友 都很有可能是 好的安利对象 真的 不要忽略他们 重新再列名单 我觉得列名单 这第四步 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有很多的领导人 常常跟我讲 傅先生你知道吗 我做安利 我最兴奋的一件事情 就是列名单 还有一个跟我讲 傅先生你知道吗 那时候你叫我列名单的时候 我列到手都抖 为什么 当我列到三十个 四十个的时候 我就开始很兴奋 兴奋到手都抖 甚至晚上睡不着觉 真的 各位 你们推荐新人的时候 你要懂得 怎么去启发这个新人 怎么去帮助他 让他开始列名单 你相信我 当他开始列名单的时候 他越列 越列 越多的时候 他会越列 越兴奋 真的 如果他兴奋到 像刚才我所讲的 手会发抖 然后晚上睡不着觉的话 你已经推荐到一个钻石了的 不相信啊 试试看 不要一盘 我问一下 哪个问题 今天早上 吃鸡蛋的 几手一下 吃鸡蛋 这么少人吃鸡蛋 你们都不喜欢吃鸡蛋 今天早上 有抽烟的 几手一下 很好 做安利人都没有抽烟 今天早上 有用牙膏的 几手一下 还好 全部都用牙膏 各位 我跟你讲 安利 我们的产品包罗万象 每一个人 每一天都要用到的 这个产品 几乎我们都有 对不对 这个吃的 用的 都有 所以我觉得 我很难去想象说 有人不需要 做安利的 我觉得 每一个人都可能是 我们的一个对象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能会用到 安利的东西 对吗 如果你相信 记住 田龙八部的第一部是 相信 你既然相信 你觉得他们安利很好 你觉得我们的 营养食品很好 你觉得我们的 美容包罗品很好 你觉得我们的 LOCSA8很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应该有这个 说服 让你的左邻右舍 你的亲戚朋友 让他也跟你一样 对这些产品有信心 也会去用安利这个产品 我告诉你 安利的产品 真的是物有所值 甚至物超所值 尤其是我们用直销价来买 那真的是物超所值 所以你想想看 今天假设 你懂这个道理 其实你只是让你的 这些朋友 换一个品牌而已 换一个品牌 还可以有发展的机会 还可以有赚钱的机会 谁不要做呢 对不对 如果你想通的话 你会发展到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列名单 天龙八部的第四部 这一部是非常重要 好了 列好了名单之后 记得下来 你就可以进入第五部了 谢谢大家